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这支就中国东三省造的步枪 辽式三十步枪 所谓辽式三十步枪 是依据其开始生产的年份 1924年民国十三年 形成的称呼 对于这种步枪 网络上的汉语信息相对模糊且混淆 因此将借助美国的视频资料 来自被遗忘的5G 结合已有信息 对部分历史经过进行推导 注意 这只是推论 请大家注意判定 对于辽式三年式步枪的技术渊源 说法有多达四种 其一 说是主要坊子杰克毛泽酒吧二十二式步枪 其二 说是从奥地利买来了图纸 其三 说是在东三省工厂的日本技术人员 参与了该型步枪的改进 是毛泽步枪与三八式步枪的混合体 其四 辽式三年式步枪 也有韩林春造步枪的称呼 甚至有人称之为韩林春中正式 以上四种说法 都是对也不对 都是针对这种步枪的技术特性 提出了部分似乎令人信服的解释 但也仍然解释不了一些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 太多的文献资料 只是重点说人与叙事 而轻视其背后的科学技术 比如 韩林春 好歹也是当年一大人物 对于他与辽式三年式步枪的关系 只有这样一句话 中华民国建国后 韩林春在陆军部历任个职 因研究并制造韩林春造步枪 获得逊武威 根据已有的资料 对辽式三年式步枪出现的原因 归难如下 一 是一种毛色巨酒吧步枪的改进型 由奥匈帝国私态而长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教训 进行了改进 二 改进参考的是当面之敌 沙俄所装备的日本步枪 三陵式与三八式 三 也为一战结束后 凡尔赛条约 对战败国 施加的各种限制与禁令 导致毛色 斯泰尔等战败国军火伤的技术方案 生产设备与资本四散逃窜 四 在张作霖的推动下 东三省兵工厂参照这种改进 生产了一批辽式三年式步枪 根据美国人所持有的 辽式三式步枪式枪 对以上说法进行证明 毛色聚酒吧是经典的栓动军用步枪 其用户遍布全球 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除了直接购买德国产品 各国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仿制与生产 衍生出诸如美国M1903是步枪 捷克BC24步枪 中国中正式步枪等型号 图为美国M1903步枪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战中表明 步枪需要在嵌豪站等 充斥着泥泞与灰尘的环境内使用 传统步枪枪击较为外露的情况 导致武器容易受到污损 无法正常使用 一战的实战表明 手动连发步枪的弹容量 非常不理想 常见的较近距离遭遇战 需要更大的弹容量 一战的总体战形式 对军用武器提出了生产性更好的要求 可以在战前战事大规模制造 一战中出现了 假装二是发现豪弹侠的毛色聚酒吧 针对以上三点 斯泰尔的改进方案里 包含了机侠防尘盖 尾端外套 大容量和拆卸弹侠 简化工艺 当然 假装弹侠需要额外对生产线进行调整 且弹侠本身也不便宜 这一改进较为昂贵 导致大容量和拆卸弹侠 是最先被放弃的改进方案 相比毛色聚酒吧的侧盖防尘盖 辽市三年式不枪的防尘盖 是两侧都有倒槽 像是三八式那样始终盖在上方的 辽市三年式不枪上 红色箭头所指的是枪击尾的外套 蓝色箭头所指的倒槽 为防尘盖的槽 与奥匈帝国作战的各国中 沙俄装备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不枪 其来源不同 心就不易 但是枪膛并列的两个泄压孔 防尘盖等设计 被斯泰尔认为是合理的改进 并综合到了对毛色聚酒吧不枪的改进之中 日本三陵式不枪其并列血压孔 防止射击唐压不正常的弹药炸糖时 保护射手 这是很日本的设计 辽市三年式不枪上枪膛的并列血压孔 初看时 觉得东三省兵工厂场徽很好看 看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个东字 而作为一战中的交战国 沙俄与奥匈在东线打得可谓不可开交 两军交战的一系列战斗中 有一场战斗也为费德洛夫M1916自动枪的参与 而为世人所记忆 可伦斯基攻势 1917年年中 二月革命之后的俄国继续参与一战 并由伯鲁西洛夫指挥下 对加利西亚为核心的区域 主要针对奥匈帝国军队发动攻势 是的 这些名字玩过 战第一的朋友肯定都有印象 当时第189伊兹梅尔团的一个连 获得了八支费德洛夫自动枪 作为时装部队在可伦斯基攻势中 对新式武器进行战场测试 一如可伦斯基攻势本身 该连也瓦解了 因为弹匣通用性很差 实战中的费德洛夫自动枪 被用作轻击枪 由辐射手协助以弹夹为主进行装填 按照常理这一部队装备的步枪 自然是配用6.5x50MMS2弹药的日本步枪 不过要证明沙俄这些部队装备了日本步枪 依然要从费德洛夫开始说 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处 表现出巨大的不适应 因为战损逃兵等原因 直接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轻武器缺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 各国多少有些告急 但是唯有沙俄是直接枪不够了 所以会有满世界找步枪的情况 按照书中描述 费德洛夫在被派往前线进行考察后 他直接进行了一套大规模的革新 比如建立前线修械所 建立修械所与兵工厂之间的后送体制 建立高效的武器和弹药后勤运输制度 考虑到毛子极其擅长春秋笔法 姑且认为是以费德洛夫上校为代表的有识之士 大幅度改进了沙俄军的后勤工作 与费德洛夫自动枪配套的步枪自然是同样使用 6.5×50MMS2弹药的日本步枪 所以在克伦斯基攻势等一系列沙俄军队失败的作战中 奥区帝国缴获了沙俄手中大量的日本步枪 交给后方研究 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这就导致斯泰尔改进的G98步枪 有了许多日本特性 而网络上直接描述 这支枪的枪机有三八式特性 就是一种误传了 三八式枪机的最大特色 是B所挂钩待机 而辽式三年式步枪 则依然是非常标准的毛色枪机 是开索突伦待机 这两个术语正确一名 还得感谢大佬的指教 左侧为辽式三年式步枪枪机分解 右侧为毛色巨酒吧枪机分解 可以看到机针尾端是有个外套的 辽式三年式步枪 有类橄榄型的枪栓头 和传统毛色巨酒吧的球形枪栓头不同 除了机针尾端的外套 斯泰尔还在机针黄外面套了个开孔的套 当然机针本来就是在枪机里面 尾端还加了外套 所以这个机针黄套的作用 至少感觉没有太大的必要性 传统毛色枪机的尾端 有个防止尾端旋转的卡销机构 辽式三年式步枪取消了这个机构 减少了复杂的机械结构 减化了生产 而辽式三年式步枪 防止机针尾端旋转的机构 是那个防尘盖 也就是说 相比日本步枪上 防尘盖丢失后并不影响使用 甚至更加利于操纵枪机的特点 奥地利人的设计里 防尘盖是个缺失就会影响 武器正常使用的不见 很可惜的是 辽式三年式步枪的防尘盖 大多丢失了 防尘盖就是辽式三年式的 枪机尾线位机构 如果缺失防尘盖 就容易导致枪机尾端自行旋转 这会导致武器故障无法射击 足铁都挂不上了 如何能激发呢 这种故障是使用者会真实遭遇 尝试排除 并且失败地讨厌故障 如果没有防尘盖 辽式三年式很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这个故障的解决方法是 顶住机针黄 并重新把枪机尾端给悬下来 说着轻松 看到这个我都是头皮发麻 总之 在张作霖的推动下 这种设计仍然为东三省军工厂所接受 并生产了一批 主要装备东北军 日本侵略东北以后 这些枪大部分成为武装为满洲国军的武器 而在就日军之中 也有少量 缴获 使用 因此流散于各处 一般而言 历尽年月的就中国自产型武器 因为最初生产质量的底下 都会有远比同时期轻武器 更加严重的袖石与无损 但上面展示的两只辽式三年式步枪 和网络搜索中找到的辽式三年式步枪 其零件加工的光洁程度 表面处理细致均匀程度 乃至坚固持久程度 给人一种是欧洲著名军工厂产品的错解 辽式三年式步枪 不仅仅是就中国轻武器工业的最高峰 甚至与世界同行相比 都毫不逊色 辽式三年式步枪 最有可能的技术渊源 应该是比较纯粹 比较完整的来自奥地利 至于说辽式三年式步枪触发的历史思考 就不再赘述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